從前,有些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現在仙達的店舖自己都做不定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於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看IG 誰救我,我契爺去Siftoff 我奶媽是Bil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 Bill基都不知道在哪裡 小子,居居擠住了,你在哪裡 我人稱打遍銅鑼灣無敵手 個個都叫我男哥 我單手打街吧,都可以贏梅圓和砰 但是EVO不在銅鑼灣打 你別管,看招 負月刀,負月刀,負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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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月刀,負月刀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聊一下電玩 又不一定是師兄,猛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不少得搞爛劇啦 我們就是科技雜碎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雜碎網台版 隔了一會兒又跟大家見面 今次又跟大家講一些新聞 測試 還有一些電玩新聞 那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王 我是軒 大家好,南邦 三明 沒錯,今天我們四個在這裡 開科技雜碎 沒錯 好像很久沒有開過科技雜碎 好像真的 你搞了兩集 你上次說公務繁忙 要去看那個龍虎門的發佈會 你只開老領嘛 那次回來 好像是 如果有機會可以講一下 不過你說遊戲沒什麼好講 沒有,女兒又沒什麼好講 遊戲又沒什麼好講 那女兒不在說 科技雜碎網新聞 你說什麼 不玩 回到今天的節目 當然各位聽眾 記得可以回到我Facebook 加入我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水區 也要回到Facebook page 就要like我的 page 也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逢星期二、四晚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 都會由YPR放送室播放節目 如果有時候有什麼要調動一下時間 都會在Facebook控制大家 所以請放心 那 我應該大家昨天就看了那條影片 是不是 應該出到的 那條影片 應該 如果沒有就可能是明天 即是 是啊 我剪得次就星期三丟了出去 那近期 我打算開了手播 大家一起看 那會有一點新玩意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真的開箱 不過就不是科技產品 有些新東西他開的 那盒死於技術的 都高技術的 如果看來不明白我會說什麼 但是今天科技新聞打頭陣 有一件高技術的新產品開箱 阿軒哥 放了金 是啊 有新東西 現在已經放在桌面 它正在用 這部機器很帥 又不是的 沒有外形可以 以前我們節目都說過 是 那時開咪也有提過 那部Service Go 到最後我真的買了回來 是 那在開咪前一兩天 就到了一手 就叫做玩過一下 這樣 那跟大家略略說一下 有什麼用過的感覺 其實我買之前 其實都有點擔心 因為這部機器始終是定位 都是一些比較文書 比較上網 多一點的 所以我就擔心 我需要用的program 都不夠力 這樣 有沒有說什麼program 例如我執照 用foshop 有時打機 那些擔心 又不是擔心 那什麼叫擔心 我不知道 這部機器不是為你打機 那你用來打機 那你用來打機 就是擔心 那又不是 某些機器 原本都說是 只是為Gaming 結果出來 都不是打機很好 那些機器 那些機器 那些手機 那些遊戲機 那些遊戲機 那樣 又這樣說 Service一類的Windows 那些Tap 曾經有時 因為一些很喜歡玩文字遊戲的人 就專門買回去玩 那些人說 那些方便搭車 可以玩文字遊戲 這也是 那時候很多人專門 推出這些機器 但是 現在這部畫畫 文書為重 你也很擔心 畫Fokosoft 不知道怎樣 是的 那結果買回來之後 我還沒後悔 我還沒後悔 而且 它的效果 算是比我預期中好的 因為 昨晚我做過對比 因為我拍照 我拍了160張 160張 我試在這部機 import 還有在MacBook Pro 2016 做import 對比 兩者只相差20秒 是Inton 100多張相差人 是的 那有些人會說 那差了20秒 但是價錢都差了 價錢差了4部 對 一部開你四部 你四部搭著才得到一部 那有些人說 就是他生活 覺得那20秒就很重要 他說他花了4倍錢 可以追到20秒 可以追到很多東西 所以那些人 就可以花一萬多元買電話 那又這麼說 有些東西 真的 那部機器是幾倍價錢 但是你現在要有筆玩 不然等一下再說 那先說 那先說一些好的位置 那部機器其實都順 起碼我看片 上網 各樣東西都順 即沒有那些 滴機 或者懵的時刻出現 我上網見到那些人 review 說說用Google Chrome會很適 那我就發現 其實是Google Chrome的問題 Google Chrome 它對觸摸鏡 就比較差一點 那如果我用回鍵盤去使用 其實我不覺得很適 即是你掃的東西 我反而用手指按鈕 或者用筆按鈕的時候 就按鈕的時候會卡一下卡一下 用觸摸也沒問題 是啊 用觸摸也沒問題 即是變回傳統電腦這樣使用 就沒事 那這個相信是Google Chrome 對於觸摸鏡的支援不夠不好 那就不關部機器的 那另一件事 因為我一直以來不太喜歡用notebook 就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它的鍵盤會熱 啊 因為它的機件在鍵盤底 通常那些 所以你一直用的時候 鍵盤一直發熱 我就很不喜歡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Service這條線 就不存在了 因為它的配件在螢幕後面 鍵盤是另一個配件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那我就自己挺喜歡的 但我回看你的手機的touchpad 都不是小小的那些 是啊 以前最初這些這麼小的手機 的touchpad 小到小到小小 小到小小塊 幾個兩個銀子放在一起 但是那個鍵盤 也很像notebook size 縮小一點 是啊 它比起正常那些Service Pro 其實都不是說小很多 它自己說是故意做大一點的 嗯 它說知道那些人會用它 太小又不喜歡 即是不用手指來這樣 飛起掃飛起掃 來幾個轉 是 可以推到這些東西過去 沒錯 那麼 整體來說我覺得OK的 但是有些位置 就是那些minor位置 始終都是有些改進的地方 那麼 那麼 第一樣就是那個 螢幕 螢幕雖然看起來都很清 但是呢 就很明顯是偏黃的 啊 就是我拿家對一部iPad 或者是對回剛才大王的iPad Pro 對回其他螢幕來說 其實是黃一點的 但是就不是很嚴重的位置 我現在坐在你旁邊 我這樣看過去很少 很輕微 其實沒有對比的話 就未必那麼容易看得到 嗯 嗯 所以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 如果我拿來執照的話 可能會差一點 當然我是要求多了 其實 但是在Windows上不能夠設定 要找 我以前有部機器可以教到 但是總之會偏黃一點 可能要自己弄 有機會要 我想問呢 有關於螢幕呢 就是它的Ratio 因為呢 它的Ratio 始終大家如果有看過Service Go 或者Service系列的Tablet 其實它的Ratio 就對比起現在大家很熟悉的 視線上的Tablet 是有少許分別的 是 普通的Tablet 現在街上的就16比9 或者16比10 已經說好了 那Service這條Line 我一直這麼喜歡它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 它用3比2的比例 那為什麼用3比2好呢 其實iPad都是類似的 不過它是4比3的 也有少許不同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3比2多一點呢 因為它一來你看片 你現在主流的片是16比9 那出來是有黑邊的 上下那裏 對 上下那裏有黑邊 但是3比2 出到來的尺寸 會比起你4比3 會好一點 我記得軒哥有給我們一張照片 就是同樣都是Netflix在看片 會看到那個黑邊是小一點的 如果用你現在3比2的 是 就是螢幕的尺寸都是10吋 其實跟我iPad這樣比 但是就出來畫面會大了 黑邊會小了 還有我上網 我會看多了東西 其實 上去Apple的官網對比 我拍了一張照片出來 我應該到時放出來 應該是片 在Apple的官網 就看看iPhone的對比 好 你想買機嗎 我看 開玩笑 不好意思 開玩笑 開玩笑 那部iPad 就只推出了兩部機 同時在做比較 我這部Service Go 其實推出了3個項目出來 所以看到東西是多一點的 對 有時只差一點位置 而如果上去就多了很多東西 對 暫時用上去就沒有什麼移位的問題 即是Windows 或者如果你很高的resolution 其實拉到一些字 會歪歪歪歪 有些Layout 這個其實就 1800x1200 不是說十分之高的一個數字 但是就足夠用 那你拿出去方不方便 那部機 如果我不搭鍵盤的話 其實是比我的iPad輕的 即是我家裡的iPad Air 2 那它還要輕一點 還輕一點 當然你如果有拿筆 又拿鍵盤 這樣就沒得說 那當然這樣說 如果你的iPad要拿鍵盤 都會有重量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的容量只有128GB 其實是偏少的 我自己覺得 但是它就有一個MicroSD的插槽 可以讓你插 很大沙槽 即是放一張卡 我試過插 我那張256GB都可以 但我會不會凸出來 不會 它在Stand後面 有個小孔 可以插 那我插了你 即是多了一個硬碟都可以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看到是沒有USB的插槽 是的 它是只有一個USB-C的插槽 這個是其中一個 不好的地方 但是好像我上次開麥克風 講過 我是當它為Tablet 即是取締我的iPad 那我可以接受只有一個Pod 嗯 即是不是Notebook 這樣的定位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要留意一下 這個要留意的 對 那我看到iO 我都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看到 它也有Volium 那它的喇叭方面 你覺得它的聲音方面如何 剛剛就想說了 我昨晚是用來試看Netflix 是的 看新片 那就 發覺呢 做多久 不是新啊 新啊 你知道什麼叫新啊 新松 那你沒有看過就新的了 行行行行 搞定了 它很划算 這個Speaker 其實就有一點點失望 它聲音都夠大 但是它是零的Bass 低音是沒有的 沒有低音 是沒有的 是差一點 是差一點的 不過我自己看通常都是插耳機聽 它有個3.5頭 那我給它合格的 其實這件事都叫了 是不是應該說 現在Tablett有3.5頭 已經還得神落了 遲點某一步就不行了 你之前知道那一步是怎樣 啊 都很大機會 是啊 那另一樣我不喜歡的位置 就是那個Kick Stand 其實本身是OK的 就是它揭出來那個Stand 那個角度也非常之大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喜歡 就是它很滑 哦 就是那個底 它沒有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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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了有時 按螢幕的時候按下去會搖搖 整部機都按走了 但是你放在桌面 它不會突然自己拍下來 不會的 不會的 這個不會的 但是都是一如以往說 擺大腿就會差很遠 我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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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不用像那些Keyboard 放大腿很大一點 我覺得Keyboard 就這樣放在桌面都很好打的 剛才我按過它 就算是比外面的Bluetooth Keyboard 來說 我都覺得算是挺好打的 是 當然我們就不用 不要那麼大的期待 對 也不用給一些真是 衰到我們說 連回彈都沒有的那些Keyboard 因為你老實實去過這麼薄的那些 我不會 開玩笑的 我不會遇到你見距離 就像清俗一樣給我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按下去是感覺到有回答 和舒服的 沒錯 以薄的見距離來說 我覺得OK 正常啦 你不會給我電池套給我 你不會是按了好像沒有按 也不是有聲音 就當有觸感 它是有觸感的 我剛才按了一會就OK 我覺得 那支筆呢 我自己平時少用筆 我就覺得比較重一點 但是我拿了大王那支 因為它那支加了料 我就感覺不到 那分別 因為那支Apple Pencil 其實拿下去 反而我覺得這支 它不是完全結束的 我那支Apple Pencil 如果我沒有加到料 就是我加了殼 是整支圓 其實拿去有時候 挺不就手 有點易線的 所以大家找Apple Pencil 有很多不同配件 就給你加一個 拿手位 反而現在這裡 基本上整支圓 就只是上面 做了平 尤其是圓筆 有些筆的位置 反而我拿下去 也挺好 變成有個位置 可以拿到不是整支圓筆 我一直線 我覺得挺好 甚至有質料 我喜歡這支 少許磨砂的質料 多於Apple Pencil 本身那支 完全光滑的質料 還有它的長度 它真的像我們平時 比較舒服的那種圓筆 那種長度 因為我現在的辦公室 有時候很喜歡 隨便在桌面 拿一些筆來做圖師 我有時候發覺 如果太短 就能夠就力 但它這種長度 就力是OK的 現在我拿這個 微磨砂 應該就算你拿下去 有少許手汗 都應該不會線的 但是Apple Pencil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拿下去 有些手汗真的有少許線 而且我記得有一個按鈕嗎 有的 那個按下去 按住它 然後按下去就變成右鍵 即是挖蓋那些筆 對 反過來就變成拆膠 那這些功能就 我知沒有 我知沒有 但如果你真的寫下去 那個反應和感覺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就OK的 如果你兩支 用Apple Pencil 你覺得如何比較 Apple Pencil 它好就好在 它那個iPad Pro 它那個螢幕的反應率 明顯是高過我這個很多 嗯 所以出到來 那個Response iPad一定比我更好 嗯 我剛才試下去也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 這支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畫畫 我就這樣寫字 其實我就不覺得是 很慢 很有影響 我覺得drop looks 可能這樣已經 即是有些像現在 夠用 它用來做教學的iPad 還有那支筆 那些 用來推銷這個路線 我覺得都是 就不是推銷要做畫畫圖 那樣東西 雖然我那支筆 就有 他說4096級 但是我自己 感覺下去 就 我不會去評它 因為 但始終有 扭程度上 你始終有多個按鈕 還有倒轉檔拆膠 這個東西真的好很多 是 這個東西用下去 會比較好 沒錯 我現在試寫 其實都覺得 當然沒有那些專業的 版 或者筆的反應 但我都覺得 寫下去 你當作畫 寫字會OK 可能畫圖 真的會有些分別 因為現在我拿上手 試著寫 一拿上手 真的OK 很輕 很輕 我看上去那個東西 我以為是會 整個磚 都聚手 但一拿下去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很有趣 寫下去OK 而且指下去 又會 有個 在螢幕上出現 你知道在哪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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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 就 不知道 支援就多 過 Everential 但在某些位置 可能繪圖那些好一點 Apps那方面應該好一點 對 新叔你試試開一下 你開部機 是不是很寂妙 開部機 比想像中輕 對 整個磚 你猜不到拿進去 但我一拿上手 筆我就OK 但我拿上手 另一個問題 想問軒哥 你用得比較長 就是 我拿上手 它暖的位置 你覺得它 散熱那邊怎樣 這部機 它行的那顆CPU 就是Pentium Pentium級 但是它都會是熱的 如果我全開它 它會熱的 這樣 但是它沒有風扇 沒有風扇 它主要熱的位置 主要集中在 螢幕的上半部分 即是 鍵盤的上半部分 就近相機那邊 多一點 這樣出來 其實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是用鍵盤為主 即是我是用鍵盤 用多 所以 我可以接受 你這支筆應該要換深 對吧 對不起 你這支筆應該也要換深 是不是會損 筆深 筆深 它是本身的筋盒那裡有的 你要換也可以換 OK 那這些筆 沒有辦法 對 一定會有多少少 就算Apple Pencil的筋 都多了個頭 對 整體來說 我都幾滿意 還有我自己買的價錢 就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就OK 更加開心 對 另外 如果說起筆 它有件事挺好的 平時我沒有用東西的時候 我就按它的筆頭 它就會出了一個 跟筆相關的Apps 那些出來 包括那些面帽子 繪圖版 或者是Screenshot 都有 這件事我覺得都幾方便 而且始終你這支筆 可以放在這部機旁邊 它用磁力 可以放在這部機旁邊 這件事是我很葡萄的功能 有什麼都存在USB上充電 這支筆不用充電 不過它 是呀 我這個功能 你是不是串進去 這部iPad部 最要雷神之除人 因為這樣的 先說一下 因為今天軒哥說 用來比較一下 方便開麥克風 接著我只不過來 沒有電 我先充電 接著我部機 就放在錄音軟處 小小的櫃上面 就有雷神之除 放在這裡 好像有雷神過來拿 然後每個人都經過 指揪著我部機去笑 你們 不能用充電功能 很可惜 你本身可以洩獲 這部機是我很葡萄的功能 OK的 我覺得很想要 之前在我們討論 主持自己討論 你是不是說到Windows version 都很大的驚喜 這個是純粹我買的驚喜 因為它本身的Deford跟 就是Windows 10的空版 我覺得很奇妙 你用一下 你又說 我還未把它變回 不是殘障版 你先買回來 Deford買回來 應該是用S mode 它只有Windows Store 可以安裝東西 那我就想 反正也是用 就試一下 我什麼都不安裝 我只用S mode 我記得那天你在我們群組裡聊天 你說 用一下殘廢Mode 又不是很差 我這樣說 有些東西又可以做到 對 那麼多東西可以做到 然後按一下 我就覺得 好像不太對路 為什麼我按好Firefox 它可以安裝到 哈哈哈哈 然後我檢查了一些 那些記錄 它跟我Edit了 我還要它給我一個專業版 對 應該是買那裡給了你 對 我懷疑是買那裡有 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們就說 回來 茅牆已經解鎖了 所以我是賺了 其實 不過 如果大家在街買 就不同 要注意一下 另外 這部機器就說多一件事 就算了 那就是它那個 它有人面解鎖 對 因為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在 這部Window機來說 其實都算方便 嗯 因為你平時都要打電話號碼 那些 那些 那現在它那個Face 那個Detection 其實我覺得做得不錯 真的 我開出來 有那個IR的感應器 一開 我看到它有紅色燈 那它一開了 基本上 一秒之內 它就會幫我 鎖進去 那 就 不像 那些電話 Face ID那些 你要自己掃到一夜 它不需要的 它自己 自己鎖進去 那我覺得都挺方便的 那 基本上來說 你都相當滿意這個性價比 這個價錢 我 OK的 你最初很害怕 你用來收拾相機的軟件 會 用來收拾相機 擠了 那樣 你現在融樂就好像沒有問題 對 而且也很順 那 初時我是 其實比較擔心 因為 我用開iPad iPad是主要用Apps為主 那 但是現在我呢 就發現我自己 通常用的東西 都是上網做得好 就是有包裝給我就做得好 會不會有可能更方便 是 因為你Apps那些 很多時候有限制 有依然沒有那樣 對 變了出來 反而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 那麼大的問題 OK 所以它App Store廢的那方面 App Store依然是廢的 就是它Windows那裡 不是太多東西 但是 我用回普通desktop的網頁 可能我還用得開心 對 因為它真的可以上網頁 完全用完這些功能 就是Exactly Windows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勢 是 是 那麼 這部機器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 留意一下 甚至乎想討論一下 又可以回吹水區談一下 那 我想除了介紹一部 軒哥說去開箱 做Surface Go之外 這次我們可以 講多一件事 我或者可能不去講一件事 看看會不會就 開第二節再講新新聞 那 這件事我猜應該都要 有些時間慢慢講一下 就這個 Google發佈會 哇 2018 開箱前我問過軒哥 軒哥要不要放在下個環節 他說不用 不用 先放在這裡 我們 理性討論 對 軒哥打算 話說 Google發佈了一連串的新的 什麼事 什麼事 新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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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的新事 首先 大家看了很久的電話 先講電話 好嗎 大黃面有藍色 那 他呢 其實 他的 PR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哈哈 他呢 在發佈會前一天 就出了一個 Twitter的帖子 在那裡說什麼 因為他知道通了天 都流出了 那部機器都流出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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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witter那裡 就出了個帖子 就在那裡說什麼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然後呢 弄了一條連結 就是明天那條連結 好像很厲害 我們還有 上次不是說笑 南哥說什麼 會不會是這個 八旗思考 八旗思考來的呢 其實全部是加的 那部東西 都是專門流出 可能真的有一些新的東西 原來那部機器是 新一代的旗艦機 很聰明的 即是裡面按個Password 那部機器 會爆殼的 變部更厲害的 那些東西 那結果如何呢 接下來呢 我都很期待 那你又有個Live Streaming 又不是半夜三更 那些鬼佬很少可 這麼厲害 那有直播當然是看的 嘩 很開心 一開場 他切回上網 比較上出名的Youtuber 他就說那部Pixel 3 就說 一流出了 那些就切了很多段片 然後就完結 就出了Google的Logo 好像很驚喜 好像很驚喜 很驚喜 啊你 就是 這幾個是戰略來的 我一個就挑了你的Youtuber機 對 就是難道這機器是個角來的 Wordels來的 對 接著 他發佈電話出來 就是 跟之前流出的一段齊模樣 那他支持 那你的PR還在做什麼 你不如說沒事發生就算 你現在才擺明萬筆的 你以為這些流出的片是假的 全部都是真的 這些神級PR 你以為你已經掌握了我們 今年發佈的所有事情嗎 沒錯 你真的掌握了 你真的掌握了 沒錯 你沒有說錯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Yes Yes You are ready Sorry 我是沒有想過我會掌握到這個地方 Thank you for the online 就是如果你普 Thanks for coming 普普通通 就這樣 就像平常發佈會說 我們真的又是出這部機 或者他開一兩句還笑就說 大家都知道 我也覺得OK 對 就是你說自責一兩句就算了 你放斷感的影片 在開頭我除了笑日 你知道還有什麼好做 大家本身對發佈會沒有什麼期望 因為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就肯定是燃起大家的期望 但是今天原本沒有期望 想著沒有失望 就肯定會有期望 然後我就失望 這些真是神級PR 你怎麼這麼聰明 就是你以前iPhone iPhone4 就留在酒吧那裡 然後他發佈會自己 都開自己的還笑 說一句就算了 那些就OK 這個真的 我看完 撲你的酒家 看你這部機器 更加討厭他 我曾經有懷疑過 我曾經有懷疑過 他是不是在發佈會的時候 就滴流出那個人 上代獨打一鍋 我們已經找到 是誰流出我們 是魔導機的了 執行Cover 然後在頭上就打緊他 你猜猜猜猜猜 製四集 要怎麼拿包皮出來 這樣就好看了 我自己解決了那條男子 這樣就好看了 即是即場好像 二端審判那些 即場好像在那裡燒 即場好像在那裡燒 即是看了那個遊戲三日糧 那樣就好看 但我沒想過 沒想過是這麼普通 是道歉的 大家 還要做得好 真的厲害 即是流出 大家都看到那個 那麼醜的M字額 就是成真 有些媒體說他終於趕上潮流 他的功能終於趕上潮流 用上這個M字額 我不明白M字額是怎樣的功能 沒有所謂科技媒體 實在不懂事 這樣說 那待會再說 叫他自己買 那就是一部Pixel 3 用Pixel 3 XL 是的 那兩部機呢 其實就是 規格一想起就沒有樣 那是欠個螢幕尺寸不同 沒有機的 所以可以一次過說 那這部機呢 其實Software方面的賣點 除了Google Pixel 新生 新生就一定有更新之外 也有少許功能 那那些什麼功能呢 那又說 有一個叫做 Top Shot 是的 那這樣東西來的 即是你拍完一張照 有時候你拍到這些人 就會合上眼 或者有些東西遮掩著 那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歪帶 即是在拍之前那一兩秒 你可以拉回去 選一個最完美的照片出來 即是其實在對焦的時候 他已經在錄東西了 是的 那你時候可以選一張好一點的 聽起來很傻的 這東西是有用的 我也覺得是OK的 但聽起來很傻的 但是呢 我沒有記錯的話 Sony的XZ1還是2的時候 已經有了 應該是用著 XZ1應該是 用著 對了 那你不是新的 新叔平時拍馬沙就這樣 因為那些貓 一定會轉過來的 它永遠不會看鏡頭 它定了在這裡十年也好 你一拍上去就會靈歪 所以你是在OK用這個功能 沒錯 那第二樣就是Selfie Selfie的攝影機 它加了兩個 一個就是普通的Selfie 再加一個比較廣角的Selfie 大王你想做什麼 沒有 我也有一個鏡頭 好像有點熟 對 有一個鏡頭 我又好像有 我好像不敢分享 可是有它有它有它 對啦 方便一些人 可以一群人一起Selfie 是不是多開心呢 是的 是的 我們這些死毒癞 對它沒關係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 我覺得它很突破性 它這次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包括一種粉粉的粉色 要不就比較像普通的黑白色 黑色和白色 那它怎麼突破呢 原來啊 你買一部白色機回來 它那顆Power鍵變成薄荷綠 為什麼懶惰呢 Sori我等一下反應不及 不好意思 它有沒有任何實際的功能 沒有 OK 我沒有問過 對不起 它就是改了一個不同的顏色出來 可能大家看起來會比較開心一點 即是它認為我找不到一個 找不到一個 就是要撞這個 這樣的顏色去找一個 其實作為一個強迫症 少少強迫症的人 我想將你 表你啊 你是少少強迫症 Sori 不是這個重點對我 我先說 我想拔大一張照 在Focosoft 撿回它的綠色 不是那個綠色好像 我現在撿照的那些 highlight的部分 準備填顏色去 其實呢 如果你有強迫症的話 你本身也不會想Pixel 因為你看它底部 兩折色那裡 你經常玩到那一回事 兩折都來 旁邊有遠遠的 你不知收到旁邊 有些芥末下去 我覺得很怪 對 它就跟你說 我現在就要做無線充電 所以底部現在就變成玻璃 以前是磨砂的膠殼 我未拿過上手 我不敢說什麼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喜歡玻璃底 指紋關係 對 我自己在用玻璃底 還有我未見過一個 用多過一年的玻璃底的機器的人 是沒有爆炸的 哇 我自己很害怕 沒事沒事 你以為你走得出這個studio 沒有啦 大家不要 大王有機會打破他大王級 對不對 不要這樣 如果它跌花了的時候 這樣換機 那它就不割 就是我的電話永世 好像那麼新的 因為機器不斷換 換替身 不不不 我想說那顆鍵 真的很耐眼 反而換了這個顏色 我感覺很不舒服 對 那這個就是它經典地 一鬼神的功能之一 那另一樣呢 就講 在台上 都講得非常詳細 講了很久的 就是它 在機器裡面 加了一顆 Encryption的chips 有一個叫 Titan M 對 這樣就將你的機器 如果你會儲存 那些電話號碼 的話 它就會儲存在 這顆chips 那裡 這樣就 Hardware grade 的Encryption 就會非常安全 對我來說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我又不會 儲存那些電話號碼 安全一點 它用來 save password 的意思是哪些 Password 它那句 Discretion就是 Help secure your password 因為我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是因為你明明自己 有個Password.google.com 還有我想問 它就是 即是怎樣說 就算別人打了你的機器 也好 它不可以在裡面 拿到你的資料 OK 如果你說Password 但如果你本身 不能開啟我的機器 應該也不能開啟我的資料 那就更加 secure 對 下個分別 有些理解 下個分別 我看到有一個 它會有說 但是我想 我們在在有一位主持 已經使用過的功能 就是它會有壓感 哇 對 好 就可以一壓 就可以呼喚到 Google的功能出來 對 對 是不是很有用 很有用 很有用 你會不會用 不用 不用 我按Google 就這樣打開 空間 就可以了 這樣呢 或者其實有些什麼 你打開Google的鍵 也不是很難 按完 按完空鍵都可以 這樣呢 其實這次的發佈會 我覺得 剛才說的那些項目 我覺得很浪費 以前我們說的 不需要在發佈會 有一點是有用的 但是不是你這部才有 就是你Google photo 的上載是限制的 你以前的舊機也有 五個個就有千六萬 就可以了 不是 我們平時普通的機 就要千六萬 千六萬 它這部就 真的是限制的 因為Pixel 一向就是 是啊 所以就不是一些新功能 但是它在台上 說了很久 就是我經常說一部發佈會 就是這些功能是OK 但是不用再說那麼久 不是 根本未必是在上面這樣說 還是它博物我不記得 可能是 我不能知道 等你買這部機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其實你Unlimic 那個它有年期的 你買這部機回來 當作是續會 是啊 是 然後還有些什麼 請問 好厲害 我覺得這部機 真正是有 叫做新一點點的東西 就是它 Google Assistant 終於Support中文了 但是不好意思 你在香港 是沒有的 不是 它是Support中文 還要是繁體中文 然後跟你說 香港沒有分 是啊 它只是Support台灣 因為台灣是首發地區 也因為這樣就是首發地區 我們這邊就沒有啊 哈哈哈哈 吃屎 你想幫我走 我不讓你走 哈哈哈哈 真的有點灰 但是接著還有些什麼 略略說一下 Snapdragon 845 但是 RAM兩部機 都是只有4GB RAM 在這個年代 4GB 不是大問題 但是 你買其他 但是買其他 現在全部都給了6GB 大部分的旗艦機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其實4GB RAM 也不算是很大的問題 4GB RAM是OK的 現階段是很夠用的 但是 如果你的手機是 for the future 那我就有些擔心 而且你說過現階段 你始終現在的期間 大家玩了6GB 就好像有些東西 你少了 而且我有沒有用都好 但是我給了這個價錢 我都是買旗艦機 而你這個位置 是真的少過人 是啊 就是那個螢幕大家又差不多 然後又是Snapdragon 845 然後又是什麼鏡頭 又是雙鏡 又是怎樣 那些 擺出來最後你的RAM輸了給人 對 有這個感覺 所以出到來 是有點失望 我自己覺得 不止有些 很失望 特別是你還早幾天 被他挑起的期待 是 對 那說到價錢 那Pixel 3 就5.5吋螢幕 799美金起 那如果你Pixel 3 XL 就6.3吋螢幕 已經升級了 嗯 那我覺得是 繼續是偏貴 是 因為Pixel這條Line 其實都沒有便宜過 嗯 那 一般的 真的很失望 其實我自己就 但是有些 令大家更加失望的東西 就未必是靜止那部機 那除了一部Pixel 3 是令人失望之外呢 其實台上發佈 我亦都很多 不算是 我講漏了一件事 那部Pixel 3 即是機器 我竟然不算是 我看法佈會 是 機器 竟然不算是吸引 我也算 在台上 找那兩條彈傘 去說 我未能看過一個 發佈會 可以說到這麼差勁 哈哈哈哈 尤其是 它是一男一女的 男的那個 我也還可以接受 女的那個 即是我不想知道 在哪裏找回來 腹女的街 仰衰這件事 可能是我自己個人的 口味 口味 你自己 留意一下 我明白 但是 我們這台就和你同一看法 大家那天在訊息裡有聊過 但仰衰仰衰 我覺得是 不是一個好主觀 好主觀 好主觀 你的聲音 你說你的Point 我都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好主觀 連你Google那裏 你自己有Voice 自己變回字幕 那裏都detect錯了 屌你老母 哈哈哈哈 你找個說得比較好 好嗎 屌你老尾 屌你老尾 好主觀 好主觀 另外 那個Google Home 他就出了一個 哇 出了一部Tablet 讓你放在家裡用 多主觀 厲害 家裏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 你記不記得以前Google Now 有一堆卡片 就是讓你看那堆卡片 那除此之外呢 有Google Assistant 但那部機器是當正常Tabling 怎樣的呢 家裏用 噢 他說他的Speaker很漂亮的 你找他播歌是OK的 噢 即使用PC資訊 什麼智能電話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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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是這樣 你還可以看溫度 如果你家裏有智能家居 那些東西 你可以聲控 即像人家 Alexa那些東西 類似 簡單來說 其實香港沒有用 香港比較少人用 但是 現在在其他地方 開始多人跟Alexa 觀光空那些東西 但這東西 那個功能呢 我覺得是太少的 叫做一個有螢幕版的Google Home 我覺得 我拿電話看的資訊 用來更多過你 是 不是可能 根本就是多了 還要是買149美金 每一塊 夠東西 我叫做有螢幕版 Alexa 有螢幕版Google Home 我那句 是 另外也有一個沒有螢幕版的Google Home 還有新版 也有新版的 也是沒有人用的 應該差不多 我經意 就 就好像Google 就好像 Chromecast 一樣都是 舊東西是有用的 但是新版沒有什麼特別 是 另外還有一件 的 那部東西 就是 那個 Tablet 嘩 Google出Tablet 我扯旗的 我扯旗的 但我看完之後就扯火了 我扯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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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跟我說過 出Tablet的時候 我看著 我部Lixir 7 終於 2013 你是那些鬼佬 四格鬼佬 你是第二格鬼佬 耶 那張來的 終於可以考慮換機 又不用想 小米這些 什麼 那張鬼佬 那他就 Redesign 他就不是 把Android 他放了個 Chrome OS 在Tablet 那裏 那裏 我們就 Redesign過的UI 那裏 適合你Tablet 用 你加了鍵盤 就可以 變成 Notebook 那裏 真的很好用 那這個App 是不是可以直接 用Android 對 它是直接用Android 聽起來都還好 都還好的 但是 其實UI 這樣看下去 下面又有Hondok 上面又有五個Icon 一格 其實很有記事感 對我來說 是的 這個交給大家自人判斷 自人判斷 那它又是 還有我覺得 它提供出來 太像這部Service 尤其是我剛才買了一部新機 很像 不過 這部機 為什麼我會覺得失望呢 主要是價錢 因為我價錢也不便宜 你剛才說 我的鍵盤 它在賣199美金 嘩 嘩 聽到都頭痛 其中它更貴 比你那一部 Service的鍵盤 我被人吵架到 全家產 現在你還貴一倍 你還貴一倍 貴一倍 對 你還有一支 鞋筆 那支筆 我未用過 不知道你好不好 但是現在這個價錢 我竟然不會想你的 很貴的 99 還有 其實它自己銷售的 叫做 Multi-tasking 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 我可以左邊放一個 左邊放一個 右邊放一個 這樣去做 它台上的 都 即它有那些宣傳片 它宣傳片 很順 但是 那個 MKBHD 他就在那裡說 即是我看他發佈會的那些片 他就說 我那時候就玩過一些鋪路題 即是他臨發佈會前一個星期 玩過之後就說 他就想到 糟糕 那實物是怎樣 他就不會很詳細地說 但是呢 就試過 感覺不是太好 還有我自己有少覺得 定位上 沒有 設定點 因為 現在它銷售到這部 好像 感覺我 不知道怎麼說會很奇怪 它用了 銷售Surface的方法去銷售 就是我這部機器做了別人的兩件事 如果你做了一個銷售的位置 是說 我又可以 好像Surface 這樣做得很好 很多工作的東西可以做到 但是 同時 在一個Apple Store上的遊戲 你全部都裝進去玩 如果你做了那些銷售 吸引力會高於現在 它這樣銷售 它是想這樣銷售的 但是它發佈會的銷售 會不會銷售 它發佈會那裡 我不覺得 正常你應該走這個方向 去銷售給別人 尤其是 你這部機器 你賣的價錢 你是說599元美金 嗯 其實 如果我要買Full Set的話 我可以貴過買一部Surface 這樣東西的經意是 我會覺得你這部機器 是有少少 高不吃低低 低不走 定位會在iPad和Surface中間 那裡下去 但是價錢又吸引不了 別人去轉 而且不湯不水 我真的做事 我可能買Surface 我想多玩一些不同的 multimedia東西 我買iPad 那你劇中 你刻在中間 就不知做什麼 是 我覺得它的定位 真的很怪 這個價錢 不是 你聽說 整個發佈會 我可能有話未說完 但是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前期的東西 又做得不好 發佈會上面 你知道人發佈的 表現又做得不好 你銷售東西 又不太懂得怎麼銷售 你舊東西又不是 真的很吸引 其實我猜 整個發佈會 我都不知道 我看什麼 還有 他呢 我剛才說Pixel 那時候 漏了 他用了一些很大的蝙蝠 去說他的Docking 有一個叫Google Pixel Stand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 電話座 電話座 你可不可以 不要擴充得這麼精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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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個電話座 就有無線充電功能 很厲害 是 但是我看這些Document 其實都是坊間用的 10W的無線充電 即是現在加起來那些 那些 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他在那些 他自己的官網那裡 不停地在寫的那些 全部都是Google Assistant 我查不到你的Dog,我用不到嗎?又不是的 你正常叫他去Google,你那一口GoogleAssist的東西 你夾給阿美技區,你更加去Voice上去做得好一定 你叫他去Google什麼都做到的,你試試做不到 他present出來的頁面,又是響鬧鐘,又是幫你設計 那些全部OKGoogle做到的東西 最厲害的東西,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他寫了一個描述說要播歌,他就說 WithPixel 3的FundFacing Speaker,你就可以聽到歌 我沒插過Dog,我聽不懂那部電話有Speaker 他不是說這個Speaker可以大聲一點,純粹說 你的電話可以有Snapper播歌的,這樣說嗎? 我真的不插,充電到部機播歌沒有聲音 真的很神奇,我怎麼做到 我可能就應該要可憐Google官網的人 我都不知道怎樣寫,你的產品這麼壞 我怎麼幫你寫 他自己都不想自己寫什麼 所以你的發佈會聽過沒有東西可以 還有Google Chromecast,其實是我最失望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想過我可不可以買多一隻 所以就先看他的發佈會 之前有流出了一隻,那一隻肯定有 上發佈會,發佈會沒有提的 然後我上官網看,到底跟舊那隻有什麼分別 嘩,那分別很大 不要告訴我,只是換了學當系 對 我從… 夠了 夠了 怎麼懶惰 我脫口很狡 我脫口很狡 可不可以這幾集滿的東西,我整天脫口 就說中 我不想是中的 這些東西 他按鈕按鈕,真的連一點點東西都沒有改 變成我看完整個發佈會 純粹說我的樣子很帥,為什麼 有白色 他連規格全部寫都一樣 更加驚奇的是 我當你新的產品,你轉USB Type-C 我就當你,我轉了親截頭,很棒 他用了Micro 在2018年叫我買一個Micro-USB的產品 他… 有什麼東西嗎 啊… 軒哥 好像還有少少Google的東西要說 不如說完那單就已經差不多了 你也知道眼線怎麼鬥嗎 除了發佈會之外 想說Google的CEO 正式出來跟大家說 道業 我們就有… 之前傳到好行的說 會開發受審查的中國版 的確是存在的 噢… 他那時候就在跟大家說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相信這個網絡服務 是要顧及到全部人的需要 我們在滿足大家的需要之前 我們要合法的 所以我們回大陸要做審查 都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 嗯… 嗯… 他有提到他們不應該這樣放棄大陸 十幾億的市場 他說中國… 五分一的人口 如果我們在搜尋不到的話 會喪失大量潛在的客戶 喔… 跟大家說一個笑話 Google的企業座右銘及口號 就是這個DON'T BE EVIL 這個笑話好笑 哈哈… 他覺得EVIL不是他們 對不對 那麼… 之前很多Google的員工 就因為這個project 就是… DRAGON FIRE 沒錯… 不做的了 那麼… 傳聞呢… 就… 這個… 這個product 應該是… 六到九個月之後就會上線的 喔… 傳聞啦 那麼… 實際是不是呢 那就…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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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以喔… Google這個真的擺錯位喔 原來我講到最後其實沒有什麼贊得 其實是沒有的 欸… 欸… 有… Pixel 3紅Pixel 3 XL Google Photo Unlimited 啊… 還有一樣的 他說Google跟你說 入包三年update 喔…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回來 繼續有科技新聞 以及科技測試錄的 啊… 待會有其他東西 就繼續跟大家慢慢分享 好… 這節到這裡先 稍後回去繼續 好久不見了